第五十四集 萧锦鱼声音微沉 若先生实在为难 安某不敢强求 只是此人对安某很重要 但因种种误会 无法当面探望 甚是挂念 秦夜轻轻皱起眉头 赵礼 当郎中的 这些事还真不能随便跟人说 可安老板这样说了 反正安老板也是好意啊 我掂量着看看 就能说多少 说多少吧 多谢先生 安老板是想打听 什么人的病情啊 就是那日 有人请先生 为其出诊的吴公子 秦夜厅的遗证 吴公子 萧锦鱼沉了沉声 他的腰骨断了 哦 秦夜恍然道 你说的是在燕子巷 最里头那家的吴公子吧 正是 秦夜叹了口气 把手里的碎银子 搁到那张破旧的圆木桌上 为难地皱起眉头道 你要是问别人 我还能说几句 这吴公子啊 他家管家老爷特意交代好几回了 什么都不让说呀 敢问 安老板跟吴公子 是什么交情啊 没什么交情 就是我的一个小辈 他脾气降得很 出事之后 便再不肯见我 不瞒先生 我那日恰在先生这里 遇见跟他多年的管家 听他病得厉害 就想从先生这里 打听些他的近况 否则实在放心不下 小锦鱼薄唇清米 眉头聚成了一个清浅的穿子 细密的睫毛微垂着 看着杯中缓缓浮沉的茶叶 碰着茶杯的手苍白羞长 微微发颤 这副忧心感伤的模样 把秦夜看得一下子慌了手脚 赶忙到 安老板 你别急 别急啊 你是他家亲戚 那有啥不能说的 是吧 你别急 先喝点水 喝点水 我这就拿一案去啊 多谢先生 应该的 应该的 就听着外面叮铃光浪好一阵子 秦夜满头大汗的 夹着几本大小不一的一案走进来 放到小锦鱼面前的桌上 我给吴公子治病啊 有一个来年头了 一案呢 写得潦草 安老板 别见怪啊 小锦鱼又认真地道了声信 拿起最上面的一本 慢慢翻开 秦夜抹了把汗 一边往宽源进的探盆里添炭火 一边探道 安老板啊 你别怪我不会说话啊 这吴公子这身子啊 能撑到现在 可真是不容易啊 让先生费心了 也怪我才书学浅 医术不济 好在吴公子性子强 被折腾成啥样啊 都从没有过轻生的念头 好几回眼瞅着都不行了 还硬是让他给熬过来了 小锦鱼看着密密麻麻的一案 也说不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他就是这样的脾气 说到底啊 还是让他那腰上那伤给害的 也不知道造的什么罪啊 让人打成那样了 哎呀 治得太晚了 差点啊 就连上半截身子啊 也给废了 你是没瞧见啊 我头一回见他的时候啊 他整个身子啊 都动不了 身上褥窗啊 都烂得连成片了 瘦得跟副骨头架子似的 干睁着眼睛 连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一直盯着一个棋盘 那真是啊 又吓人 又可怜啊 难怪当年 小绝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匆忙离京了 小绝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就是被个寻常路人 看到自己那副样子也崩溃 何况是满经敌友 小锦鱼心里揪了一下 磨得一阵晕眩 手上一松 一案啪哒一声掉到了地上 秦夜赶忙从探盆边站起身来 走过来拾起一案 一边搭麦 一边紧张地看着脸色煞白的小锦鱼 安老板啊 愿我嘴上没个拔门的 你没事吧 小锦鱼不动声色地 正开秦夜搭在他脉上的手 按着罗头微微摇头 浅浅苦笑 让先生见笑了 没有的事 秦夜苦笑着叹气 哎 冤我啊 五公子 我公子要是遇上个有本事的郎种 没准啊 他这会儿都能站起来了 摊上我这么个穷乡僻壤的野郎种 哎呀 实在是惭愧啊 小锦鱼声音微哑 先生言重了 先生对他如此用心 是他修来的福气 哎 安老板别这么说 我可实在受不起啊 小锦鱼轻轻摇头 缓缓靠在椅背上 静静看着满脸谦逊的秦夜 先生若受不起 那便没人受得起了 除了先生 这世上还有什么人 能为了治他 一连杀死一百多个人呢 秦夜像是冷不防 被人狠抽了一巴掌似的 连表情带身体 一下子全僵住了 安老板 在下不明白 小锦鱼把目光 落在那盆烧得正望的炭火上 烧红的炭火 模糊成红艳艳的一片 喉咙里勉强发出的声音 传到自己耳中 已经缥缈的像从天外传来的了 我也不明白 你在炭火里加迷药 想做些什么 楚楚一直在县衙停尸房 忙到太阳西斜 跑回家仔细洗了澡 换好衣服 才又跑回县衙里 借着厨房煮排骨汤 虽然外面连猪圈带圈都烧成灰了 可厨房到底是离那个猪圈最近的地方 厨子心慌胆颤得很 郑友德也心有余悸 索性让厨房关门一个月 主部还煞有介事的在门楣上贴了张从观音庙求来的符 说是区区邪气 可看着更让人浑身发毛了 楚楚找人讨来要是进去的时候 整个厨房里里外外一个人都没有 反正是要给王爷做饭 他也不愿意有别人帮忙呢 从过年醉了一次酒之后 王爷的胃口一直不大好 每回吃饭都吃那么两口 谁劝也吃不下去 整个人看着都没什么精神 这锅排骨汤一定要做得香香的 让他多吃点 王爷还答应了今晚亲他 像第一次那样亲他 亲多少次都行 想让王爷亲十次 不对 一百次 嗯 一百次有点多 会把王爷累着了 那就五十次吧 楚楚一边乐滋滋的想着 一边收拾着升上灶火 焖上米饭 洗净那盘剁好的排骨 熟门熟路的煮起排骨汤来 他还特意选了两段鲜嫩的粉偶切进去 又撒了把旗子 汤煮的差不多了 又烧了一荤一素 一顿饭做好 原本冷冰冰的厨房 已经暖乎乎香喷喷的了 饭做好了 端进屋里摆好了 放凉了 还没见萧锦鱼回来 楚楚趴在桌上耐心的等着 心里还是忍不住犯嘀咕 就是去酒坊看看酒 怎么能看上一天呀 难不成是王大爷的热情劲上来 拉着他长酒 把他灌醉了 还是王大爷知道了他是京城来的 跟他聊天聊忘了时辰 要么 楚楚胡乱想着 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再一睁眼 天都黑透了 屋里门外还是没见有萧锦鱼的影子 他答应了回来吃饭的 他说了过年不骗人的 那是突然有急事 还是突然出了事啊 楚楚这么想着 心就慌起来 等也等不下去了 奔出衙门一口气跑到酒坊 远远看见酒坊门关着 心里一下子急得要着起火来 旁边情势医馆的门还开着一半 从里面透出明晃晃的光亮 楚楚脚都没停就冲了进去 喊了好几声 秦夜才匆忙从后院走进来 哟 楚丫头啊 这是怎么了 咋跑成这样啊 楚楚连汗都顾不得抹一下 急到 秦大叔 左方今天开门了不 秦夜背着手笑道 你这丫头又过糊涂了吧 这还没过初五呢 谁家开门做生意啊 楚楚毁得直跺脚 光算着成亲的日子过了 怎么就把正经日子都忘了呀 你俩人也真有意思 安公子才来问了一遍 你咋又来问一遍啊 楚楚一听这话 心里一喜 忙到 秦大叔 你看见他了 看见了 就是今天白天的时候的事 他来买酒 酒方啊 没开门 他就到我这儿歇了歇脚 楚楚赶紧追问 那他后来去哪了 说说话就走了 走的时候啊 还跟我打听上凤凰山 哪条道好走来着 姑母这呀 是上山去了吧 就他一个人 是啊 咋了 他昨晚还犯着风湿 上山 这么晚都没回来 楚楚刚落下来的心 又重新揪了起来 比刚才揪得更紧了 没咋 谢谢秦大叔 没事没事 慢点跑 别摔着啊 小锦鱼恢复意识的时候 最先感觉到的 就是冰冷空气中 浓重的血腥味 空的发热的胃里 一阵抽痛 原本还有些 昏昏沉沉的意识 一下子就清醒了 他能感觉到 自己正直挺挺的 躺在一张草席子上 草席子直接扑在了地上 又冷又硬的地面 搁得他几股生疼 却连翻身挪动一下的 力气都没有 空气里游荡着 鼓鼓血腥 与汗复混杂的气味 不用看就知道 一定是个脏得 不能再脏的地方 一百多人里 不知道有多少人 死前躺过这张床 躺过这张床单 小锦鱼吃力地抬起 仍有点发沉的眼皮 从一片昏黄模糊中 渐渐变出一间屋子的轮廓 目光所能触及的 半间屋子范围里 土墙圆顶 墙上没门没窗 一边墙角有个破旧的木楼梯 从地面一直延伸到顶子上 说这是间屋子 却更像是个地洞 潮湿 阴冷 憋慢 浓烈的血腥味里 夹杂着令人作呕的梅斧味 而血腥味的源头 就堆在它正前方的墙根底下 一具四肢头颅与躯干 拆分开来的尸体随意地堆着 血水在尸体堆下蔓延开来 像一堆寻常的腐烂糖水垃圾一样 尸体的脑袋正面朝着小锦鱼 一双眼睛空洞地看着前方 极尽平静 在这堆被拆分开的身体里 正好缺了一条胳膊 小锦鱼正盯着那堆尸体看 与楼梯相接的顶子上声音一动 一束笔屋里更亮几分的光 从楼梯上面投下来 琴叶低声钻进来 转手盖上顶子 慢悠悠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把破旧的楼梯踩出刺耳的枝嘎声 看见席子上的小锦鱼睁着眼睛 闲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琴叶略带遗憾地道 我拉着板车往医馆里托人 正巧给他撞见 说说的人嘴太快 不然也用不着他这把年纪的 你放心 我不会这样对你 小锦鱼静静浅笑 平静得好像 这会儿还是坐在医馆那堂小屋里 围着探盆捧着热茶 跟一个人心人术的淳朴郎中闲聊一样 那要怎样对我 琴叶不急不慢地走到席子边上 缓缓卷起衣袖蹲下身来 我知道那个吴公子是什么人 你跟他是亲戚 年纪跟他差不多 魁也是残废的 在你身上 试验医治他的法子 最合适不过了 我给你拔过脉 你身体虽然不好 但还是比吴郡王要好些 残废程度也比他轻 只要心急套针 把你五脏六腑伤损到跟他差不多的程度 再敲断你的腰骨就成了 你放心 我会很小心的 在医治吴郡王的法子研究出来之前 你不会死的